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個禮拜,我想說一下飲品 因為上個禮拜剛剛說完食物 說完食物,吃完食物就自然要飲食 所以今天最主要介紹一下飲品的日文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果汁 果汁的日文是Juusu 如果你想說橙汁的話就是 或是蘋果汁的話就是Apple juice 下一個就是你很喜歡喝汽水的話 汽水的日文是叫做炭酸飲料的 炭酸飲料就是日文的汽水 至於紅色的COCA COLA的話 在日文叫做COCA COLA 沒錯,你差不多讀英文就可以了 下一個就是如果你去日本 看到一些自動販賣機的話 他們有時候會買一些很特別的罐頭 那些罐頭有紅豆湯或者粟米湯 那粟米湯的日文叫做 紅豆沙的日文叫做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日本的廣告 日本的廣告有一個很特別,我很記得的 就是他每一年都找一些很年輕,很美女,很青春活力的人去拍攝 不知道大家猜到我說什麼 對了,那個瓶子是藍色的 藍色椒子 然後有一點白色瓶 那個就是補抗力 補抗力的日文是HOKARISUEDO HOKARISUEDO 如果你很喜歡喝牛奶的話 牛奶的日文可以叫做MIRUKU 或者是牛奶 牛奶 或者MIRUKU 都是對的 那如果你是像陳豪那樣,很喜歡喝咖啡的話 咖啡的日文就是KOHI KOHI KOHI 好,今天就介紹這10個關於飲品的日文 那還有很多很多款的日文 不是,很多款的日文 很多很多款的飲品 但是,我在這裡暫時介紹了大家 最平常會喝到的日文 不,我是不斷說喝日文的 平常會說 不是,是平常會喝到的飲品 我們今天就先介紹這麼多 我今天不斷吃螺絲 好啦,那我今天不說這麼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不是,下個星期 休息吧,好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